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意无意 现在是爱德蒙顿时间的早上八点 现在外面的风特别大 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暴 今天的风速是26公里每小时啊 所以呢 感觉就有点冷 虽然温度不低20多度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阿尔伯塔省不是到处都是山林大火吗 所以呢 因为寡风的原因吧 这个整个的空气当中弥漫着一种烟熏火燎的味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意无意 今天是5月16号 我休息 早上我7点来中吧 就起来了 然后去我们家附近不远的那个Costco Business Center 买了点东西回来 然后又去麦当劳 给老卡买了汉堡啊 还有那个咖啡 因为从昨天开始 老卡又开始上班了 他们公司给他发了好几次短信 让他回去上班 然后因为上个周二 周三 就一个礼拜之前 我和老卡去了一趟班辅 在那玩了两天 所以他就一直拖着拖着没上班 前两天又给他发信息让他去上班 所以他就上班了 好久没拍那个购物的视频了 其实我今天也没买啥 就是买了一桶这个牛奶四升的 现在是5块5毛9 我记得疫情的时候好像是5块6毛9 便宜了一毛钱 买了一桶牛奶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打折的蜂蜜 这个是有机蜂蜜啊 一公斤的 他现在也是打折 我看多少钱啊 他这个原价是9块7毛9 现在便宜了2块钱 那就是7块7毛9 这一瓶蜂蜜 平时拿的 冲点水喝什么的 然后还买了一袋面 这个面是我经常买的 就是Costco的这个面粉 10公斤的 他现在是9块9毛9的一袋 因为我们来加拿大以后 基本上就吃的是这个面粉 我觉得他无论是包饺子呀 什么做面包啊什么的 就是擀面条啊 我觉得他做什么都行 所以我就经常买这个面粉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汉堡 这个汉堡包 一共是16个这一袋 也是打折的 他这个原价是6块4毛9 现在是4块4毛9 也是便宜了2块钱 我买这个呢是 因为老卡上班了嘛 他中午 要带点吃的 我就想就拿它 就是做汉堡吧 里面夹点鸡蛋啊 蔬菜啊 什么的 就可以了 然后我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黄瓜啊 这黄瓜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昨天我有一个朋友 在Business Center工作 他就给我发微信 他说那个Business Center的那个 黄瓜 这一盒12个 才3块9毛9 特别便宜 他说那个好多人都买 然后他就告诉我去买 然后我今天早上不就去了吗 正好就是有这个黄瓜 这一盒12个 3块9毛9 的确挺便宜的 他原价是9块9毛9 现在便宜了6块钱 所以我就买了一盒 因为平时我和老卡呢 就比较喜欢用黄瓜 做咸菜呀 或者是拌点凉菜什么的吃 是吧 我就买了一盒 反正我也觉得挺便宜的 这才挺便宜的 要平时的话 在一般潮市里面 三个桩的那种 好像也得399 或者3块多钱吧 所以他这个还是挺便宜的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吧 买这些吃的东西是没有税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上税的 我一共买这些东西花了32块1毛7 还有一个呢 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朋友啊 就说我们家视频更新的太慢了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 我不是去Costco打工了吗 然后最近几个月 就是因为特别缺人嘛 还有一些人就是请假呀 有那个度假呀什么的 因为每周我们是上午天休两天 每天给我排班 都排七八个小时 而且呢上班还挺忙的 每天忙忙叨叨的 就是下班以后回到家 其实也挺累的的 就不愿意编视频了 有的时候就只能是 只能是休息的时候 编点视频呢什么的 所以呢就更新的特别慢 有的都是之前的视频 现在才发 像上周我和老卡不是去班书 玩了一圈嘛 然后也录了很多的视频 也没来得及编辑 好在什么呢 昨天manager就是我们的那个经理 就跟我们说他新招了一个人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排班就能少一点了 昨天他也问我 就是希望工时高一点呢还是低一点 我跟他说无所谓了就是给我排少点吧 五六个小时都行 这样呢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就是做那么多工作 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吧 五十七八岁了 马上奔六十的人了 你要是每天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吧 对身体也不好 像我疫情期间不是一直在加班 然后就尖周炎 特别特别严重 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我上班以后呢 每天就是干活啊 我这个尖周炎还好了 就是还不能总在家里白了 每天我觉得干个五六个小时 还是不错的 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六十五岁才退休 所以还是得有点事做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